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全国大棚蔬菜的实验田 在1999年 寿光又成功举办了中国寿光蔬菜博览会 叫响了寿光蔬菜品牌 如今 寿光蔬菜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蔬菜种植 它们也在寻求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在最近的蔬菜博览会上 我们就看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思路 在今年的第13届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上 由寿光自主研发的智能机器人 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 采摘机器人穿梭于菜架之中 采摘管理动作精准流畅 蔬菜管理机器人屈身苗床之上 取苗切苗结合一气呵成 让人们在零距离接触中 感受到智能化种植带来的便捷和高效 而一百多项前沿技术 两千多个优良菜果品种 则将蔬菜种植与生态观光有机结合 太空育种植物工厂 五种育苗 一株多果等 显现了高端农业的科技含量 这些一流的种植模式 之所以能在寿光率先应用实现 市委书记孙明亮解释说 这全是依靠科技的引领 没有科技的投入 没有科技水平的提供 也就没有下来農業水平的提供 也就没有蔬菜质量安全的提供 所以为了把这个農業的科技水平提上去 我们说要抓了两大方面 对内来就是加大科技投入 对外开展国际合作 为加速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寿光的蔬菜产业控股集团 已经在自己的生产基地上 试验荷兰模式 种植着樱桃西红柿的温室 表面看来与一般智能温室并无区别 但里面大大小小的管道排风机 培养槽补光灯等大有文章 这些物联网技术被统称为大棚管家 大棚管家这个设备呢 最大的亮点是可以采集上面的温度 湿度和风速一些数据 然后将这个数据呢 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咱们农户的手机上 这样农户呀就不用亲自到大棚里来 智能温室通过传感器 再通过与手机进行联网 还可以运用短信的指令 实现自动化控制 现在我点击那个短信的指令的输入 这个是内阵阳网开的指令 到现在等一会儿你看一下 这个阵阳网就会自动关闭 只要我在手机有信号的地方都可以 如实的监控这个棚内的设施 在科技推动下 200多项国内外新技术 1000多个新品种 30多种种植新模式 催生受光的大棚蔬菜 平均每亩收入1.5万元以上 有的甚至达到5万10万元 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 占到了70% 我们每年拿出3000万元来 这个新全国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 来收光创新创业 第二点就是我们是项目扶持 我们拿出7000万元 我们拥有 人进行品种推广性技术 等于一系列新项目的扶持 孙明亮告诉记者 在寿光的转型升级中 他们始终把科技作为核心竞争力 每年的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 就是很好的一个窗口 他把世界一流的品种和技术 送到了农民的天间地头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致富理念 我看着这个关系的情况 早点早点早点点 你们都是中西红柿的好点 应该看出来 刚才喜欢的它没那个产量 第二个你它这个冬季 能害能力比较好 今天春天 但都觉得 气温度变化比较大 气货比较好 波动比较大的天下 长得干出来才可以 所有收官的农业 永远大的掐过来掐头 这是因为罗北星的 这个科技技术常有关系 当然我们明年一次的科技本来会 也因应利用了这方面的技术 提到蔬菜 通常我们能想到的就是 种菜卖菜 会想到菜市场 会想到超市 尽管寿光蔬菜博览会 给我们展示了很多高科技 种菜的手段 但是如果作为蔬菜产业 光靠种菜卖菜所带来的 附加值并不高 就像所有的高科技产业一样 蔬菜行业也有自己的产业芯片 就是能够生产自己的种子 所以高端农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其实是种业 看看寿光是怎么用这样的核心竞争力 与国外著名种子公司展开较量 刚开完会 刁嘉莲博士就一头冲进实验田 他们自主培育的番茄新品种已进入第八代的稳定期 能否投入市场就看近期的表现 为了这个品种 刁嘉莲四年里一直卯足了劲 与养种子展开了较量 因为寿光的蔬菜种植模式 市场培育虽然优势突出 但种子研发却一直是软肋 上千个蔬菜品种 其中70%是养种子 时间再长 我们在整个种子的发展上 就可能要受制于国外 一你给我们 我们采油 一你不给我们 我们自己就没有种子了 这个局面一旦形成 对整个中国农业的发展 影响将是非常大 在刁嘉莲与养种子展开对决时 80后的桑义镇 也和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一起 开始了一场种苗培育的攻坚之战 老百姓有1000克苗子 它至少有没有3000里种子 这样达到20%到30%吧 这是好的 一项在云苗这个过程中 都其实在30天左右 它可能到了那个 到30天到28天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项高温 然后就把苗子全部毁掉了 和桑义镇一样 培育出自己国家的品种 让刁嘉莲更有使命感 因为国外的一粒七彩胶种子 1.2元 一粒西红柿种子 0.9元多 按重量算 比黄金还贵 刁嘉莲太了解种子 在农民心中的分量 从种子本身的来讲 整国产的品种价位 大致应该比国外品种的价位 要低下50%左右 也就是说老百姓 种苗的直接成本 就要降息一半的 这对整个农民增熟 应该说是效果非常好的 不管是育种还是育苗 自主创新就意味着 大量投入和漫长等待 以及不可预测的风险 因为最初研发时的经验不足 桑义镇就曾泡汤了一棚子种苗 一夜之间 一个饮食田 造成圈棚里200万的苗子 全部都上洗军性反战了 这样的话 只能说我们也是从头来语 这个孙石之间 孙石就在100万 很快 这一切都有了转机 面对国外蔬菜种子 对中国市场形成的高占有虑 寿光投资了6000万元人民币 启动了种植资源 与检验生理生化实验等 四个科研机构 以此振兴民族种业 世卫书以孙明亮当即决策 作为蔬菜之乡 寿光有必要更有责任 打造中国的蔬菜种业硅谷 原来我们的寿光的小丝种子 每年小丝种子大约四个月 其中有三个月是叫国外拿动的 那么国内的种子小丝 也就是说经济比较三四个月 比较其实是国外拿动的 所以说中国又是全国下的农业的始发点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有端定 为国家中立 为国家中国 所以我们就要在中国上 下功夫 为改变国产蔬菜 依赖养种子的格局 寿光还给予雕家连所在的 蔬菜产业控股集团 10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 集团也筹资2亿多元 打造国内一流的蔬菜育种研究中心 并在当年收购了荷兰亚西亚种业集团 蔬菜研究所60%的股份 荷兰种业的强力介入 为雕家连的育种提供了大量的研发样本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 桑义镇的育苗产业也逐渐做得风生水起 他们成功地培育出黄瓜南瓜嫁接苗 并热销到20多个省份 当寿光实现了由种菜卖菜 向育种卖苗的成功转型之后 瑞士 仙政达 荷兰 安沙等 30多家国外著名种子公司 纷纷落户当地 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0多个蔬菜新品种 以及年育苗能力12亿株以上 都为寿光的种苗发展 打开了国际通道 通过这个国际合作 我们引进了下级的理念 引进了下级的技术 也引进了下级的经济模式 所以寿光走向了世界 使世界也进入了寿光 从而使我们的能源 在一个更高通刺的发展 不仅引领下国 我们也要在世界为常 在于一席之间 改变乙众养种子的局面 是寿光当地政府部门 和科研工作者的重中之重 因为这涉及到 每年几个亿的额外费用 也就涉及到 当地菜农的收入 和蔬菜价格的稳定 对于寿光这个国家级的 蔬菜基地来说 育种很关键 另一件关键的事情 就是食品安全 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 寿光的蔬菜产业 在前面的节目中 我们看到寿光 正在突破传统种菜模式 力图通过科技进步 实现蔬菜种植的高附加值 他们投入巨资 研发国产高品质种子 希望打造自己的产业芯片 除此之外 他们还试图通过科技手段 让蔬菜远离农药 远离化学产品 帮我们看一下 帮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病液是什么病 它有好几个店都在聊着天 好了 能跟我们这边聊一下吗 这是西红柿叶 这是回叶斑病 这个病是回叶斑病是吗 有推荐的农药产品吗 回叶斑病 每天 楚爱玲都会来到自己的直营店里 帮助农民通过网络视频 与农业局的专家 进行病虫害的远程技术指导 一个卖农药的农资企业 却免费为农民开启了 一百多家病虫害诊所 楚爱玲告诉记者 这全要归功于寿光 对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严格把控 楚爱玲还特意带我们来到了 她投资三千万元再见的 中国蔬菜病虫害检验检查中心 一旦中心投入使用 将有更多的中国农科院的高级专家 为农民朋友提供远程诊断 蔬菜农产品更加安全 那么它需要的 已经不仅仅是说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我今天就这个农药来怎么应用 它要是更加科学合理 其实用更少的农药 更好的农药 更加环保安全的农药 可以解决的问题 就不需要用带有毒性的农药来解决 和楚爱玲一样 合作社的李春香一直秉承着一种理念 好的蔬菜不是检测出来的 而是种出来的 为了尽可能不用农药 在加拿大农业专家提供温汤进种技术的帮助下 他们种的小白菜硬是低药未沾 经过它的指导之后 那就是不到20天 大约是20天左右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收获了 像我们的总结是 当虫子还找不到它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收获了 在寿光 严格按照标准化生产的种植园区 已经拿到无公害绿色 有机认证的就达到72万亩 早晨7点多 第一批标准化生产的新鲜蔬菜 就到了洛城农发的配送中心 根据咱们顶达种植品中 农户抗风下能力提供了 同时它所有的生产的产品 它也能压根按照 这个标准化生产操作柜层来生产 咱们对农户生产品 为了保证农户的效益 咱们同时也最大程度的开发市场 这样就是把农户得到实惠 公司得到效益 这样正体提供了 上午8点 全福原商业集团的冷链配送 开始了忙碌的检测 在寿光 14万户蔬菜种植户 40万个蔬菜大棚 都有自己的编制身份证 可查证可追溯 无一漏网 进了我们生产能量配送中心 第一个环节 首先要进行对商品的检测 对商品的每一个批词 每一种单品全部进行检测 分有的数据都记录在我们的信息系统当中 上午9点整 经过生产流通销售各个环节的 无缝隙检测覆盖的蔬菜摆在货架上 一起上了货架的 还有农业局每天公示的蔬菜检测结果 即使你再有一百个不放心 任意拿出一种蔬菜扫描它的调形码 都会把它验得清清楚楚 检测队出现了我们供黄瓜的农户 电话 地址 还有我们的安全检测员 输入追溯码 然后点确认 点完确认之后 就可以查到黄瓜 什么时候用的 什么农药 用量是怎么样的 全服员是寿光本土成长起来的一家百货连锁企业 当委书记张爱萍告诉记者 虽然是卖百货 但全服员名声在外 靠的正是寿光安全放心蔬菜的大品牌 通过全服员这样的商超对接受光的蔬菜 已经和国内二十多个大中城市的405家连锁超市签订了产销合作协议 全市90%以上的园区蔬菜 以品牌形式进入北京上海等高端市场 这就是品牌的转移 这就是我们抓质量的转移 如果我们质量不好 你肯定也卖不出去 说一下在寿光 应该说是没有卖不到的菜 就各种品种都加强 也没有卖不出的菜 那就是寿光的品牌 质量好 为保护寿光蔬菜的大品牌 寿光市农业局布了一张安全的大网 他们建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视频监控与信息管理平台 把全市8处超市 15处农业龙头企业 575处村头市场 全部纳入视频监控范围 我们家这个品牌 就是这个检林部 检林部的作用 它对监测过程中 发现的不快感染片 我们就设定它进行复检 复检再不合格的 我们就指令侍法大队一发进行复理 因为寿光蔬菜是80万亩蔬菜 可以说我们比如说这六七四的农户 是靠蔬菜 就用蔬菜生产来发芽支付的 那么这么一个大的产业 对寿光来讲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所以说因为一家一户 围鬼托作或者围鬼使用围检路 来打了寿光蔬菜派 那不单纯是一个户的问题 是一个正体的问题 是一个前世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就对这个社区 同样这个关系 安全绿色蔬菜推动了寿光 从蔬菜工厂到蔬菜商场的转变 现在寿光农产品物流源的年交易量 可达60亿公斤 配套建设的十大蔬菜专业市场 形成了内外相通 遍布城乡的市场网络 探索出了绿色通道 海上蓝色通道 网上通道等多种蔬菜销售模式 让寿光蔬菜辐射到了全国 30多个省序自治区 和10多个国家和地区 辐射带动了80%的农户 进入了产业化经营体系 我们要在35年度 这个吃三品一种 达到基本全覆盖 并且我们要在全市达到 就有自主只是产生的 自主演化合作演化率 蔬菜新品中达到60个以上 这个在全国的份 有达到40%左右 从蔬菜工厂到蔬菜商场 寿光正在用全力打造的 绿色蔬菜改变着我们 菜篮子的质量和数量 20多年的努力 终于见到了成果 1989年寿光 第一座蔬菜温棚诞生 成为寿光蔬菜行业 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发明人王乐义 带着从辽宁瓦房店学来的 越东大棚种植技术 在寿光创新建设了 不取暖的新式大棚 并将这一技术 毫无保留地推广到全国 引发了一场全国菜篮子革命 结束了北方人在冬天 吃不上新鲜蔬菜的历史 在随后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寿光一直在充当着 蔬菜种植引领者的角色 1989年冬暖市蔬菜大棚 在寿光率先试验成功 从而引发了全国的蔬菜绿色革命 23年后 已是72岁高龄的大棚发明人 王乐义 兴致勃勃勃地 领我们来到了第一代蔬菜大棚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89年 这是第一代大棚 在第一代大棚当时我们成功 我想的是那年 1989年 8月13号建棚 10月18号博得中 16月64号 还我丧尸 不说没了 你这一个棚是一目的 不说没能生它 能够三到四个米 这个一年到五亿 我们也说 多么一目大棚 穿到两万日前四笔金黄网 买到三万零三百个钱 王乐义告诉记者 当年随着第一代蔬菜大棚 村里就诞生了十一个万元户 而伴随着他们如今研制成功的 第五代蔬菜大棚 整个三元珠村 都成了小康村 从地平面 这个地方 那个墙体不是微微深 平地了 挖下来 挖下来一米到一米热 在冬天这个地温自然就是十度以上 这个世界是我们第五代大棚最关键的一条 第五代温室大棚 还采用了光伏新能源技术 利用太阳能光伏发出的直流电 直接为农业温室进行补光 提升大棚内的温度 可使三个月的生长周期缩短到两个月 在育苗温室 我们正巧碰到了前来取经的湖南农民 范坦平 来自湖南青州 来这边学习蔬菜 就是种植吧 青州也是靠南方 那边清湖温度也适宜 为什么要到这边 我们那边没有大棚 然后专门过来 就是听王乐义书记 就是过来学习的 向范坦平传授经验的王光辉 是寿光基层的农纪员 他还曾远赴新疆喀什 为当地带去蔬菜种植技术 带去寿光先进的产业模式 在寿光 像王光辉这样懂技术 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还有很多 正是他们的勇于创新 才让寿光模式走向了中国 甚至走向了世界 每年我们大约要 初期的几十年代 在抢兵作业 当然有品行 可以想要互相找的 有互相找的 还有品行传言主任之类的 所以我们觉得 只要是兜向全国 为全国人民 这个丰富菜篮子 提供福 这也是受过人的一种行贿 一种责义 一种义务 二十三年前 寿光发明的冬暖式蔬菜大棚 成为全国大棚蔬菜的实验田 十二年前 寿光成功举办首届中国蔬菜博览会 叫响了寿光蔬菜品牌 为寿光走向世界搭建起了平台 今天的寿光 已有蔬菜基地八十万亩 年产优质蔬菜四十亿公斤 六百多个品种 获得国家优质农产品标志 在发展境内上 我们就是以打造 中国蔬菜种子硅谷 打造全国最安全 最放心的蔬菜生产基地为目标 作业推进三个转变 即是有分散政策 向原区基地转变 有注重数量 向提高质量转变 由蔬菜生产向中国的眼泡转变 通了是我们就下的路 永远都在前面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蔬菜生产国和消费国 菜篮子工程更是关乎国际民生的一项大事情 安全高产式蔬菜种植的理想状态 但是传统农业属于高碳产业 在土壤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产出量和农药化肥的消耗量 基本上成正比 这样的一种农业模式 缺乏可持续发展性 在追求食品安全的理念下 让土地始终保持高产高效 并非易事 我们看到受光蔬菜 正在努力突破这一瓶颈 全力打造有机生态 高效的现代营业 试图用高科技的力量 改变传统的种植习惯 我们希望受光的尝试 能进一步得到市场的认可 也希望低碳农业 成为农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方向 和未来的一种健康模式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继续关注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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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